歡迎收看全民風智霸 大家好 我是怡辰 今天要來幫大家體驗的是 KIA EV9這一台車 但是今天呢 我們不上路試駕 為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四個月之前 有幫大家深入的體驗過 所以如果你對這些外觀 內裝 或者是材質 質感 以及駕駛起來的感受 很好奇的話 歡迎大家點一下 右上角的小白點 你都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那麼最近在這個月 EV9在台灣就要正式的發表上市了 它的預售價格也出來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表格 目前在台灣販售的車款 基本上很單純 分為二輪驅動版 以及四輪驅動版 售價是279.9到299.9 那目前預接單的狀況 大概是在300台左右 那如果今天不試駕的話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什麼呢 討論一個我最近 非常有興趣的話題 而且我在之前試駕的時候 常常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真的要買一台電動車 其實要考慮的就是這一台車 它可以帶給你什麼更多 其他的附加價值 我認為這個是電動車 它真正迷人的地方 如果你購買一台電動車 它只是把動力從油轉成電 就這樣而已 那我認為這根本沒有什麼吸引力 那今天要討論的就是說 電動車的額外應用 例如說出去玩的時候 它可以怎麼幫助你 也是我最近很有興趣的 也就是車博啦 或者是有人叫車速 那它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我直接告訴大家 KIA的EV9 大概是我在台灣汽車市場看 它在整體的設計 以及人音工程 還有多種的使用場景上面 我認為它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車速你不太了解的話 我簡單解釋一下 它大概是在20世紀70年代 從日本流行過來的 因為以前日本 這個露營地的資源很有限 所以就有一些日本的年輕人 常是住在車上過夜 它的由來是這個樣子 那最近呢 台灣也非常流行露營這件事情 也很多人嘗試車速 包含我以前也是 所以我以前的解決辦法是 我想要在我的URX車頂 加裝一個車頂帳 為什麼後來我放棄了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太重了 所以油耗會增加 然後操控表現會下降 因為你在重心最高的地方 頂了一個60公斤 在開的時候整台車 它的搖晃的感受 會非常非常明顯 還有就是氣候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用車頂帳的話 像台灣的夏天很熱耶 所以白天很大的機率會被熱醒 所以後來這個方案我就不考慮了 後來我改完電動車之後 我發現電動車比較好 但是電動車在設計上面 真的就是我講的 韓國人其實設想是比較周到的 我可以很大膽的告訴你 如果你購買這台車回去喔 你有很大的機會 未來所有的出遊住宿費 可以是零元 這個是完全沒有誇張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會帶著各位 一起來體驗一下 包含我自己也想要研究一下 這台車它的車速 以及出去玩的時候 它可以怎麼應用 它強大的地方在哪裡 包含等一下遇到有一些情境喔 我會順便回答一下 之前網友在我們的這個電車車路的影片下面 提出了非常多的疑問 我也會一一的幫大家來解答 我們就一起上車 體驗看看吧 1V9這台車喔 經歷了四個月回來再坐 還是覺得它在整體的鋪陳質感上 用料上面其實真的是很紮實 包含後窗 前窗 雙層玻璃 再來就是我覺得一直很奇怪 很好奇的就是說 通常電動車它的底板 因為要放電池的關係 基本上腳啊 放置的位置 很多車都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你看這台車它坐起來 它的高度跟椅子的關係 它就是滿正常的 唯獨真的要顯啊 座椅短了那麼一點點 如果再長一些的話 它的支撐是可以更好的 但不管怎麼樣 這台車高度啊 以及它的長度 我認為它都是很適合 拿來車路 或者是更多的使用場景 那想到使用場景 第一個當然就是正常的 六人座模式坐在這邊 然後出遊 另外這台車還符合 另外一種族群 那就是後座買家 後座買家喔 老闆通常都是坐在這個位置 那當你要休息的時候怎麼辦 後座買家車喔 它有一個特色 特色就是你坐在後座 基本上你就可以操作前座 你看這個副駕駛座旁邊 它就有一些按鈕 看你想要它前面一點 後面一點 這個椅背要什麼樣的情況 你都可以自己做操控 你就可以坐在這個位置 好好休息 再來這台車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中間這一排 它是支援了旋轉座椅 它除了可以前後滑椅 它的幅度非常大之外 同時呢 它這邊有一個旋轉座椅的模式 所以當家裡的長輩 在上下車的時候 你看你就可以轉成這個樣子 搭配旁邊的扶手 上下車就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種模式就是什麼 當你有小孩的時候 這個模式也很重要 我相信有一些爸爸媽媽 看到這邊很優感 為什麼 這邊有ISOFIX嘛 對不對 當你在起座上下的時候 或小朋友在上下座椅的時候 那真的是噩夢啦 長久下來 對你的腰啊 對你的肌肉拉傷 風險是非常大 但是你看有旋轉座椅之後 它可以符合的場景 是不是就更多了 放完之後再推回來 搞定 好 那另外這個旋轉座椅 還可以怎麼用喔 我們可以把它轉向另外一邊 它就可以轉180度 轉180度之後呢 它可以做什麼 這個就很有趣了喔 例如說我就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跟我的家人對坐 或者是寶寶在後面也有ISOFIX 我就可以面對面的照顧 或者是老人家面對面的照顧 我想這樣的感受是差很多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下來 那就這樣按一下 這個時候的使用場景 又完全不一樣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喔 有些人很喜歡去戶外走 懂對不對 假設我面前沙灘 沒有休息的地方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就坐在車上 然後把你的第三排座椅通通倒平 再把兩張座椅旋轉過來 就變成什麼 變成你專屬的發呆體 冷氣再打開 上面有全景的玻璃對不對 太熱那就把連子拉起來 然後後面充電孔 旁邊有置杯架 置物盒 那甚至接下來我要布的這個場景 我先來準備一下 等一下我布完之後 我再跟你分享 它設計厲害在哪裡 宅男第一個選擇 是電腦螢幕 有螢幕 但是 你在用事剛亮 這個角度也很搭 延長線 三口 三口 欸 會亮耶 它沒有在補你 欸 幫忙啊 噓噓噓噓噓 電池爐 1300萬 小Kiss 太像了 OK 好的各位 這個就是目前我認為 發呆停模式最完美的狀態 怎麼樣完美呢 你看 這邊有個電磁路 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來這邊 做一些簡單的料理 包含前面我放了一個 很大的螢幕在這邊 我可以一邊看風景 一邊煮飯 一邊煮飲料 然後一邊看電視 那另外呢 車內的這個V2L功能呢 有些人會很好奇啊 那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可以 透過12伏特的電源 把它轉換成家用電 我跟各位說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承受的瓦數差太多了 差了十幾倍 這個功能呢 油車它也可以使用 電車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最大承載只有到150瓦 像這個電磁路1300瓦就不能用 你頂多接個電腦啊 充充電 接個手機充充電 接個螢幕還可以 但是你要烹飪什麼 或者是你要使用吹風機 那是完全沒有辦法 那像這樣原生的V2L功能的話 像EV9它就支援到1800瓦以上 所以我可以一邊看電視 我可以一邊煮菜 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我們就開始來煮吧 完成 雖然都是一些簡單的料理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一些黃山野嶺啊 出來野催 其實吃點小點心 是不是也特別的有閒情意志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是有跟另外一半出來 如果跟他出來的話 來來 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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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開動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聲音打開 好 現在吃飽喝足了喔 最重要的吃飽了天色也暗了 就要進入到最重要的車速嘛 對不對 那車內的空間該怎麼安排 然後呢 車內的空間大不大 我睡起來足不足夠 我180公分成年的男性去躺他 這個就很重要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車內的空間 第二排 第三排全部傾倒 我想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中間讓我非常有疑慮 有一個大洞耶 這樣我還可以車速嗎 它會不會是一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 首先如果你要車速的話 就一定不可或缺一個重要的道具 那就是 車床 我們把它鋪起來 然後再上去幫大家來體驗體驗 那梁都不太 對啊 我很少一邊錄影 還有一邊有電風扇可以吹 這個繩子它要幹嘛 這是要固定床 固定床用的啊 難道是固定半 是不是不錯 我再灌一點氣好了 好了各位 現在床已經鋪完了 但是呢 問題 其實我沒有去解決它啦 你看一下 這個下面 這個下面 這樣子 大丈夫吧 要不要試看看全力往下 全力往下 全力往下 如果 那就好看啦 來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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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以耶 那另外EV9也因為它的車廠 五米 車寬快要兩米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躺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空間是非常足夠的 為什麼我覺得EV9它的設計 是最適合車路的 除了它的空間非常搭轉 完完全全可以放心地交給它 為什麼 因為它車廠真的太長了嘛 基本上你看這個地方 自背架 置物盒 也都可以繼續地延伸來使用 當成你的床頭櫃 再來旁邊的話 你看這個地方 它就設計有充電孔 充完電的手機 旁邊就有一個置物梗 可以放著 這邊有一個按鈕 我甚至可以用腳 我甚至可以用腳去按 不是 我是在模擬一個 就是真正的車主在使用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看 晚安喔 晚安 我先睡覺 你們繼續玩喔 我先睡囉 晚安 所以我說Kia EV9 它在設計上面很多東西 它基本上用起來它是很人性的 然後另外它上面幫你開了一個窗 你開到一個沒有光害的地方 基本上看星星非常漂亮 然後在設定冷氣上面 你一反過來 喔 這邊就可以直接操控空調了 所以在設計上面 我覺得這是韓國車跟其他廠牌 突出的地方 那另外如果你是一個非常重隱私的人 我會建議你周圍的車窗 把它遮蔽起來 好 接下來來回答一下 關於電動車車路過夜的問題 之前我們有做過一則影片 有一些網友提問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但我覺得各位的疑慮很正常 可能很多人沒有這樣的體驗 有一個人就說 笑死 你這樣用 然後沒電嗎 續航多少你知道嗎 能不能開下山 然後再給一筆笑 哭到笑這樣 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一台手機 你會拿它來做很多的事情 看YouTube 看Netflix 你不怕沒有電嗎 你不怕等一下你沒有辦法用嗎 其實都是同樣的道理 你這個電池會在你的螢幕右上角顯示 所以電動車意思也是一模一樣的 請各位看一下儀表板的地方 我們現在電量大概百分之八十幾 非常非常的足夠 所以當你在使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多多少少也會瞄一下 我的電量夠不夠 就有點像你開車出去玩 你會瞄你的油箱夠不夠 同樣的意思 那根據很多的網友實測 如果電動車過一晚 車內一樣會吹空調很舒服 大概都掉百分之十左右的電 所以可以合理的推測 現在百分之八十幾的電 我明天睡覺起來還有百分之七十幾 大概就是這個邏輯 當然每一台車電池大小不一樣 使用的內容 溫度也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大概制 最主要你就是要去看一下 你車的電量到底夠不夠 那假設是使用V2L呢 儀表板上面會有一個更精確的數字 顯示著現在這樣的消耗量 它還可以持續多久 然後呢 你擔心沒有辦法開下山 不會 因為它最低可以設定 四十 三十 二十 最低就是二十 它還留了八十幾公里的續航 讓你開去充電 所以在使用上面 它也同樣充滿著彈性 它不太可能會說被你用到 然後沒有電 還要推著下山 那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真的 故意要讓它沒有電 但我覺得也很難 也很難 所以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大家是不用過多的擔心 好好享受不同電動車 帶給你車爐的樂趣吧 最後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 車博 車速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玩 我個人也有在玩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以前啊 錄影這件事情 我都只能眼睜睜看著朋友 他們約一約出去玩 因為我沒有買配備嘛 但是我自從有了電動車之後呢 我就可以加入 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玩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開心啊 那也不可諱言呢 我有一台納子姐的N7嘛 對不對 但是在設計上 的確韓國的品牌 尤其是EV9 它有很多的細節 很多的地方 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 在人音工程上面使用起來 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我認為他們的工程師 是真正從使用者角度去設計 並不是從一個工程的角度去設計 我認為這個是我非常欣賞它的地方啦 那最後呢 如果你想要玩車博的話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哪裡可以車博 哪裡可以車速 真的很頭痛 對不對 請各位打開Google 打車床天地總圖 就可以看到很多網友 整理出來的車床總圖 全部在上面標示得清清楚楚 因為你要知道即便是露營區 還是有很多露營區 你的車子只能停在停車場 不能開進去跟大家擺在一起 所以這一點你是要特別注意的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總圖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我可以開去哪裡玩 你可以提前做規劃 那洗澡的問題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在半路上的時候就先去洗 你可以去運動中心啦 花少少的錢就可以洗澡 洗完之後出來 接電 回來 再來吹頭髮 所以是不是很方便 車內的這個V2L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必要 好 看完以上這些東西 各位 你真的還會覺得 你會需要去住飯店或住民宿嗎 如果你是一個庫外戶外的人 我想這真的是一台露營神車 最後話說回來 你一定會問 宜辰 KIA EV9難道就沒有什麼缺點嗎 我認為還是有 那就是現在訂車要等一段時間 對不對 但我不知道這個對你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各位看完之後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但是我看完所有內容之後 我只有一個心得 好的設計是值得等待的 我是宜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唉 躺一下 躺一下 我要看 拍雙下巴 雙下巴 你呢 誰 躺一下 很快 我女순